截取图片影像处理后制作的应用 来,那我们回到PhotonPack来 这是一套影像处理软体 那我们把它点选档案的这个开启这里,资料夹 那在我们资料夹里面呢,在D-C雷基 我们刚刚不是截取一张图片吗? 河马唱歌的图在这里,Snapshot,开启来 这是一张图哦 在PhotonPack呢,当你按Ctrl键加D 就可以复制一张 那在编辑的再制,顺便提一下 就是Ctrl-D,就是原来是这张图,我复制这张 这张做什么呢? 好,这新的图我们要来做效果 来,那这是原来图,在这里 当我点准这里的时候呢,开启 PhotonPack右边呢,1,2,3,4,5,第五颗 第五颗是白宝箱 打开,关闭,打开,关闭,同一颗 打开以后呢,移到边界来,可以调这个 那这个地方请同学切换到图库标签 那把加减式收起来 我们把那个影像增强展开来 好,我们要做效果哦 那在这里呢,相片特效的加展开来 点选全部,这里是个别的分类 那当你点选这个是全部 那这里呢,可以针对图形来做效果 比如说我希望呢,盒码变成黑白 你只要按两下,它就被黑白的 好,那等一下呢,我就可以把黑白变成彩色哦 那再退 undo后悔 那你也可以做其他效果啊,这里还有其他的 哦,那再看一下 特殊特效,加展开来,点全部 就可以看到里面所有效果 好,再往下拉 比如说我希望把合码变成卡通图的效果 按两下 这是这个,那这个呢,卡通一按两下 对不对,那这里呢,轮廓 也许是这个,我等一下呢,就用轮廓 这个轮廓变成这个 好,这个是我们新做的图 再来,档案的另存新档 这是影像处理跟影片的结合应用 那这个呢,存JPG格式哦 JPG,那这个snapshot之灵 对不对 好,我们回到威力导演来 我们刚刚做的这个地方 呃,再来加一个吧 从这里,再来点汇入媒体档案 把刚刚做的在低磁叠机的这个 这个 轮廓图加进来 这是影像处理做 当然影像处理 你用FollowShop你也可以啊 来,我们把它拉到最前面来 我现在点这里哦 加进来的时候点这一颗 点这一颗呢,我选什么 插入 就把它加进来了 那文字在这里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那这张图呢,是合码 拿这张图来变成这个,对不对 拨看看吧 播放 那播的时候事实上呢 到这个时间点 它就突然切换成这个哦 来,播看看吧 合码唱歌 对不对 快到第五秒了 然后切换到这里 诶,看起来好像怪怪的 有变的效果 来,拉看看吧 在这里 对不对 在这里拖拉 诶,这样直接变其实不流畅呢 应该让它渐变啊 从这里很自然的变到这张图 那怎么做呢 那这个是谁负责的 转场特效工坊 在这个,点一下 那转场特效工坊 这里有很多很多的效果 来 那 我们来看一下 2D这边呢 有很多个 拉下来 这个完了 这每个效果都要 事实上呢 在往上去 这个用的最多 那这个我的最爱 这边空空的哦 在2D效果呢 这里有各式类别的效果 有没有 这里有好多好多个 好多的转场效果 那事实上如果要做这种特效 应该使用2D里面呢 这个什么,哪一个 淡化 淡化就是由这张图 很自然的过渡到这张图来 那我常常要使用呢 我可以按滑鼠右键 把它做什么呢 新增至我的最爱 我的最爱就是你 最常使用的地方 点起来 那下次要找这个效果 直接在这里选了 好 那再把这个效果 拉到两个图片中间哦 不是左边也不是右边哦 拉到图片中间最好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吧 好,点这全片 来看一下播放效果哦 好,一开始是一个轮廓 对不对 那后来就变成图了 那接下来嘴巴就要动了 好像等着有点久耶 那你可以考虑把这个图片 再缩短一点 好,修剪 而且后面的影片要跟上来 所以选这个 所以接过来了 来,我们再看一次吧 全片的地方再进行播放 这是河马的轮廓 当片头 然后变成正常的河马 嘴巴接着唱歌 哦,接着很流畅 很沐士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图片 截取第一张图片 后制作的应用 如果你会影像处理 事实上呢 影片有很多会用到图片的地方 好,这个再请同学试试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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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